根據這奧軟體的調查 2024年的單身者 更喜歡黎明約會 還是下班後的約會 請一搶答 李星雯 下班吧 下班後的約會 怎麼會有黎明 是跟黎明約會 早上 那是我也喜歡 2024年單身者更喜歡 下班後的約會 下班後 已經累得要死 下班後還要再約會 還有黎明 有意思喔 黎明是 下班後的約會有什麼好約的 請起腳 看到沒有 是不是 叫不停 還沒睡是不是 好 現在滿多的人呢 都會嘗試要跟不一樣的 對上出去外面約會看看嘛 但是有時候 你在下班後的約會 就畢竟已經就是越來越晚了嘛 然後難免會 進入到睡覺這個流程 就覺得有點尷尬 那所以呢 為了要避免 好像太快進入到 更深入的一步 現在很流行黎明約會 也就是說 兩個人可以去看日出啊 喝咖啡啊 然後呢 開啟你美好的一天 可以用比較平靜的方式 互相聊聊天 也不失是一種呢 可以在心靈上面 先互相靠近的一個約會方式 合理 因為對性的期待會比較低 對 這樣會減少一些焦慮和壓力 對 他碰面 等一下會怎麼樣 萬一氣氛太美好 萬一多喝了兩杯 會不會就今天晚上 唉唷 對不對 太快了 早上可以先認識對方 一大早 喝這麼酒 喝豆漿多好 喝豆漿多好 對不對 我覺得你打有趣多了 你選的喝乍班後 太普通了 我離那個太遠了 來 請出賽理 孔雀魚活潑好動 凡植力強 還是價格昂貴 因此稱其為百萬魚 請搶它 無配演孔雀魚的美場 你們演孔雀魚 雖然劇名叫孔雀魚 你們有因為這樣 去研究孔雀魚嗎 有 就是 我有養 會 好 冷靜 來 無配先回答 凡植力強 他不是 他不貴啊 我沒概念 我沒有在養魚 我有養 我有養 他貴不貴 他不貴 孔雀魚是觀賞魚嗎 對不對 而且它還是 像我最近養了一隻松獅蜥 松獅蜥 它就是蜥蜴 它還可以拿來當餵食的 松獅蜥蜴 松獅蜥蜴 可以拿來餵孔雀 對 拿孔雀魚來餵 長得像獅子的獅子 就是一隻蜥蜴 所以孔雀魚就 很好吃 營養很高 很好吃 因為繁殖力強 營養來吃的 繁殖力強 可以 只是食物 可以 對 繁殖力強 請介紹 很漂亮 妳是猜的 我是猜的 還要猜得好 孔雀魚呢 其實又被稱之為是鳳鮪魚 它在這個魚缸裡頭 非常的漂亮 是一種觀賞性質 很高的魚類 因為它的這個尾巴 非常的漂亮 就像孔雀開屏一樣 同時呢 它其實呢 也洗濕各種的 這個雜實性的東西 然後很活潑好動 而且它繁殖力很強 所以被稱之為是百萬魚 開啟小鈴鐺 請示範力 快點來訂閱